咒语 佛像到处送给人家 挂在车上 挂在山上 挂在任何地方 让佛陀的教法大慈大悲 弘扬在全世界 让这个世界小灾难 所以大家多打电话来 我们就把凡琪寄给你 也多护持印经协会 这个大量制造三宝 风马琪的功德 佛弥陀佛 护持正号19658482 19658482 顾名中华印经协会 生命点是新店大名讲堂 举办传授简易八观灾解 礼拜慈悲三杯水颤 点签灯 拱签水 护生即甘露试试法会 恭请战立法师主法 日期1月21号星期日 上午8点半 地点 新店大名讲堂 地址 新北市新店区 中正路54项28号三楼 联络电话 02-2917-8855 02-2917-8855 上午7点半至8点半 于松山新店县 捷运七张站一号出口备有接驳车 法会备有消灾 抄间排位 供大众填写 生命点是花莲中心 举办礼拜慈悲三杯水颤 限时供 点灯 护生 要供 即甘露试试法会 恭请常驻法师领众 日期1月28号星期日 上午8点半地点花莲中心 地址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晚上7点半 于花莲市左昌公墓 烟购 要购 点灯电话 03-831-1673 03-831-1673 法会备有消灾 抄间排位 供大众填写 自归一佛 当愿众生 体切打打 法无伤心 自归一发 当愿众生 那每天我们要去 思维 身为佛教徒 那我应该要怎么做 我有信仰 我更要有空性的智慧 在未了解空性的智慧 至少身性因果 断恶修丧 我要有圆满的悲心 不能只对这个慈悲 对这个不慈悲 那慈悲还要化成行动 不是光给它钱 钱是个方便 是设法 不施爱语 就近地把佛法给它 三法应 但是 卑制 双运 怎么修呢 很简单 念一下 六波罗蜜实践 对了 当你去实践 六波罗蜜 就是卑制双运 布施 持戒 忍辱 就是一种慈悲 禅定般若 是智慧 以布施 度千谈 在布施的时候 帮助了众生 结缘 还消除了自己的这种 金钱 自我的占犹豫 持戒度悔犯 再来 忍辱度称慧 所以 一定要把这个称慧心 我点了 告诉各位 死亡之前的死亡 趁着我们肉体 还没有死亡 可以修行这个法器 赶快把那个内心里面的称慧 把它断除掉 第四个 来 精进度懈怠 再来 禅定度散乱 再来 般若度鱼吃 六度波罗蜜 就是卑制双运 那你就找到了 佛教的精髓 其他的 都只是个助缘 不管你修什么法门 甚至他们讲 大所应 大圆满 都是为了这个 那都是一个方便而已 不离开 空性的智慧 跟平等的大悲心 这才是佛教的精髓 所以 一定要让自己 卑制合一 卑制双运 十件六波罗蜜 不断地去圆满 互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哲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真爱生命就像互相 生命电视与你共同关心世界 觉得生命就像互相 生命电视与你共同关心这世界 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慈悲开始 大宝法王慈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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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